新城地产街 好了,到了地产街号外的时间 这一部分,请来这位嘉宾就是资深的測量师 彭兆基,彭sir Hello,彭sir,你好 彭sir,跟你谈谈,你是资深測量师 我们谈论房屋政策特别是重中之重 看到房屋阶梯方面也有很多种 包括劏房、简约公屋 又有公屋,以及居屋和私楼 其实范畴都很多 你自己怎样看这个房屋政策呢? 其实政府都知道 现时的房屋政策出现的问题 就有两方面 第一,土地供应不足 就是说你究竟来说 我们能够有多少属地可以拿出来 给人家建房子,给市民有所谓居振之所 另一方面来说 就是说在一些很基层的市民来说 其实住屋条件相对较差一点 有一大批正在轮廓公屋的人来说 其实住着都是一些劏房 或者真的可以说卫生环境 是不理想的地方 所以其实它在这两方面着陌的 第一,就是希望来说 改善轮廓公屋的基层居民 他们的房屋环境 所以我们就看到政府和一些很多慈善团体 做一些所谓简约居屋 公屋 让他们可以暂时来说 有一个比较上理想的环境 这是个度性房屋的作用 另一方面来说 因为始终来说 他住这些个度性房屋 都是有一个时限的 那究竟来说的话 我们究竟能够在哪里找得到一些所谓属地 给他们可以建设有关的房屋 包括公屋、居屋 其实政府已经有两大计划 大家都知道了 北都会 还有明日大嶼那个 但是这两个项目 都是一个比较上来说 是一个叫庞大的工程来的 我相信现在来说 政府心目中已经知道 它的范围有多大 但是来说 因为这两个项目来说 其实都需要 一样东西 政府现在明白到了 就是说 那个基础设施 包括来说 运输方面来说 一定要先行 因为如果你不做好一个所谓 基础建设 包括运输系统 不做好 你叫人搬进去住 产生的问题 大家都已经见到过 进去都可能有怨气了 有怨气了 比如说曾经在说的屯门 还有天水围 以前就是 那些人先进去住 才发展那里的所谓交通集体运输 令到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所以现在来说 就是说 这两个新的项目 政府首先来说 要先做一些基建 包括来说集体运输 希望来说 对于准备迁入去的居民来说 有一个吸引力 但是大家都很明白到 这些大型项目 这些大型项目不是说一两年的事情 是说十年八年起码 现在来说 希望来说 那个上马来说 是会尽快的 但是上马 快的话 也都面临了一个 大家 要明白到所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这些工程 是需要大量的 所谓叫做 技术人员 和一些 就是要需要专裁 也要需要 建筑方面的工程 没错 但是各方面都缺绝 但是似乎来说 我们见得到 就是包括建筑行业 或者是 高技术一些 其实都很缺乏人手 所以业界来说 对于这方面来说 曾经呼吁政府 在这方面来说 希望大量输入的外露 而缓解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你自己看 用祖宗合成这个方法 是否都可以解决 部份的问题 特别是 譬如我们现在说的 房屋方面 建的时候 可以配合一些科技方面的发展 会不会是可以 减省了人手 其实来说 现在这些 简易的工业来说 都是用MIC 的方式去做 政府都大力推动了 MIC来说 有个好处 就是说 他可以在较为短时间之内来说 是那些 有关的 楼房 可以建出来 但是 他也有一定的 不便之处 就是说 他一定要在一些 比较大型的地盘 才是比较上 比较为理想 因为最主要来说 他是很多时候来说 他首先来说 是在某个工地上面 做个组装 就是说他一定要做一个 一个预製件 然后才去到有关地盘来说 是装垮的 那你都知道 从一个工厂 去到一个地盘来说 将这些预製件的 运送来说 第一 要一个路程 第二来说 当你去到 那个地盘来说 装垮 亦都需要机械的帮助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香港来说 尤其是市区来说 街道相对来说 是有时来说 不是这么宽落 第二来说 因为香港的地段 很多时候来说 都较为偏小的 你如果一个地盘 如果没有一万尺 或者接近一万尺 要去做一些组装 我想其实来说 对于那个现场装垮 是一定的困难 但是也不是我们地盘 能够腾空到这么多的位置 所以来说 这一方面来说 我觉得来说 日后来说 反而在北都会 或者交易州填海区 这些来说 相对 因为是一些新的地块 他们是用这种 组装式的建造 就会对他们来说 有一个比较上 能够整个效率 会提升 但是你说现成的 现在市区的话 真的要好看 那块地块 所处的位置 还有周边的街道 形状 还有它本身的地平的大小 如果不是的话 大家一波风 或者走去做 而不顾及这些因素 我想就可能 适得其反 刚才你提到交易州 人工岛 最近发展局 在4月底公布了 他们一个的咨询的结果 说六成的人支持 不过环保团体方面 又未必有相同的看法 我想问一下 你都作为业界一份子 怎样看这个项目的发展 或者应不应该发展呢 大家担心财政的问题 其实来说 如果用财政角度去看的话 很多时候来说 我们去做一个项目之前 做一定的估算 纯粹用一个现金流 或者甚至乎来说 整体的得益 用一个所谓的经济角度去看 我相信 如果用大型项目来说 纯粹用一个经济角度去看的话 我想有时候 走出来的数据的结果 可能未必那么理想 或者我们举个例子 不要说香港 我们看到国内 其实很多大型的建设 尤其是高铁的建设 你会发现到 其实它工程的复杂程度 我想从交易周 这些这样的田业项目 是复杂得多 但是你看到国内来说 在这方面来说 它真的其实 它可以说 它去计算 去做这些 很准和很快 快之余来说 那个技术也都更加高超 但是来说 如果你说真的 纯粹用一个经济角度去看 值不值得 转一个这么大的隧道 或者走一个这么 将一个山 或者削平了 甚至乎来说 从一个 一个悬崖去 薄置薄落了悬崖 这个工程有这么浩大 那个收支 会几时才能够回本呢 可能你计算的数据来说 真的那个回收期是很长 甚至乎来说 不能接受 但是我相信来说 国家去做一些投资 它不是只是看这些 短期的经济因素 都看过长远的 看过长远的 甚至是大局性地看 是 那我相信来说 我们去看 交易洲 这个田海计划 或者北都会呢 其实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大局的思想 去看这个问题 因为它长远来说 不只是看那个经济的成效 我想都需要看回社会的成效 那这方面来说 我相信来说 不是一个所谓 纯粹一个经济模式 就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问题 那这方面呢 大家可以再看看 未来 无论规划发展上面 都应该希望政府能够听多些市场方面的意见 今天多谢粉丝 感谢粉丝 感谢粉丝